美国华人欢庆母亲节 如何在精神上也与妈妈一起成长呢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这星期天 特别在洛杉矶举办一千两百人的大型演讲会 而且由东森美洲电视提前专访了主讲人 前台湾知名主播张德芬 他目前也是畅销作家 来分享如何与妈妈关系更好 从传唱上千年快至人口的中国唐诗游子盈 到延续数十年美国母亲节热门金曲 A little more time on you 母亲的伟大全世界都赞扬 不过如何真正与妈妈建立起美好亲情 心灵导师张德芬这次特别分享新书 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 我觉得现在00后90后的孩子就特别幸福 可是像我们就是70后60后80后的人 可能就会受到比较多的童年的创伤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童年的创伤 然后能够好好的跟父母 现在晚年的父母相处 那同时不要把自己的创伤 带到下一代的孩子这里 从2008年出版500万册畅销书 遇见未知的自己 到专访国际知名的心灵大师萨古鲁 心灵导师张德芬一路走来 都从寻找最合适中国人心灵成长的教育方式 鼓励正向思考烦恼皆菩提的大指挥 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困境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它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 那我们内在就看一下说 我为什么会害怕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害怕这个挑战 把我自己内在打开了 我的这个内在空间更多了 我内在力量更多了 那么将来未来人生的挑战 我就有更多的实力 至于美国文化中 主张放任孩子的教育好 还是中国式的我妈教育成功机会高 心灵导师张德芬则以畅销书 舍得让您爱的人受苦 分享心路历程 你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一个快乐的母亲和父亲 一个快乐的妈妈 你怎么样你就不会去找孩子麻烦 孩子跟你闹 你也有空间去接纳他 而不是我们很多母亲 自己非常不快乐 然后又把对未来的恐惧 和自己这个人生的价值 放在孩子身上 而特别选在母亲节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张德芬此行更准备把 超过十年的心灵成长经验 完整分享给全天下的妈妈 我们身上有一半父母的这个精血 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天下的确是有一些不适的父母 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父母 表达感激之情 谢谢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让我们来体验这个地球游戏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希望我们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 谢谢 主题与爱连结 让爱流动心灵导师张德芬演讲会 5月13日周日下午2点半 在雅凯迪亚表演艺术中心举办 活动所有收入将捐助慈善团体 欢迎观众踊跃前往 东西新闻彭迪 叶宏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 开启动摯动力章的地方 - 栋梯文章的地方 - 白矶的地方